看看新闻网 韩国偶像李敏浩公开恋情 已经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了 不过对于超级粉丝袁永怡来说呢 已然还是心里一道过不了的看 而老公张志玲则刚好相反 消灭了一个男神级别的对手 心里还是蛮美的 你怎么可以那么帅的啊 我说亮亮姐 明明家里守着个男神 但你粉的却是别人 张志玲虽然嘴上不说 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 前段时间李敏浩的恋情 还没公布张志玲是这样说的 很支持他去支持别人 所以我会跟他一起去看那个他的戏 但恋情公布之后 张志玲就无所顾忌咯 非常崩溃对 我很开心 好变态对不对 以前都是拍拖的时候 都是很公开 就是不能说谎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酷 跟我一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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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偶像已经明草有主了 按理来说 亮亮姐的眼里 应该只有男神张志玲一个人了吧 可当袁勇姨和好友聚餐的时候 三人合影 亮亮抱的还是别人 老婆疯狂追星 落寞的男神就只能够在家里一看孩子咯 不过现如今萌娃当道 志玲哥不如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带着儿子上个真人秀节目咯 小孩子那个学业还是很忙 他比我更忙 所以我觉得我没机会跟他一块上个 新闻在线采访